OK,工作熊在前一支影片有向大家介绍了何谓IMC,何谓合金,何谓共金 这里工作熊又在跟大家介绍一些关于IMC的补充资料给大家参考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影片的内容纯粹只是工作熊个人的经验分享 内容或许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服用钱,请三思斟酌一下 好吧,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IMC IMC的英文是Internethodic Compound的英文受写 它的中文名称是介面金属工化物或者叫做介金属 那后面我们都会用IMC来称呼它 IMC是现代电子过装SMT制程中焊接形成的必然物 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形成IMC就无法有效的形成焊接 工作熊之前介绍的时候 曾经有说过可以把IMC层想像城市联合两块砖头之间的水泥 如果没有水泥,砖块就无法砌成墙 但是水泥也是整个整片砖墙上面最脆弱的地方 当砖墙遭受到撞击的时候 大多时候都是会从水泥的地方开始离开 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把IMC想像成它是男生跟女生结合以后所生下来的小孩 因为IMC它是一种化学反应 生成IMC以后,IMC的各种物理跟化学特性 其实已经跟原来的金属有所不同 所以结论是 IMC是形成良好焊接的 是形成良好焊息的必然物 焊息中如果没有形成IMC 就表示吃息不良 但是IMC也是整个焊息强度中最脆弱的地方 好,那既然我们常常在讲IMC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IMC它到底长得好不好 然后它长得健不健康呢 IMC基本上只要在需要被焊接的地方均匀的长出来就好了 这里强调均匀 它的品质其实跟厚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有当IMC生长不是连续的时候 焊息才可能有问题 那IMC长得太厚 它其实反而对强度不好 强度会变差 会变得容易脆 就好像是前面比喻过的砖块之间的水泥 如果涂得越厚就越容易折断 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一般在检查IMC的时候会拿去做切片 泡光以后用高边的显微镜或者是电子显微镜来观察IMC的生长状况 下面我们用一张BGA的图来看一下焊息 这一颗是BGA的息球 那这个是BGA载版 这边是PC版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它的IMC长得好不好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IMC长在那个subtrade上面的 这边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表示说IMC生长是良好的 那什么样叫做生长不好 看一下 这边长出来 好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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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连续 所以表示说这个IMC生长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整条IMC都没有长出来 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形成焊接 好 那我们前面 谈到说在检查IMC长得好不好的时候 一般是要做切片 然后拋光 最后用电子响音镜来观察 那 什么是EDS 这其实只是英文名称稍微不一样而已 因为是这几个字的缩写 那 那 EDS 它基本上是利用 X色线 来对 带测的样品做 定性或者半定量的化学能谱的元素分析 EDS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带测样品表面的表面元素的重量比 以及原子原子比的分布 但是 五锡化六桶 五锡化六桶 或者是锡三桶 但是这一般只是自己的推论 一般来说 EDS是比较适合用来做 物体的表面元素分析 在电子页的应用里面 大部分用来检查PC版的表面处理 有没有瑕疵 或者 ENIG切片以后 检查它的含灵量是否超标等等 那 要注意 EDS其实是有它的限制的 它在原子量比较低的元素 是没有办法被用X光打出来的 就像 皮以下是打不出来 所以青跟铝 基本上也打不出来 那 EDS在做测试的时候 它其实也有大小限制 因为 它基本上它必须要 设备必须要抽真空 所以它没有办法 有很大的空间 一般可能PC版都需要裁切 成一个小块 把 有需要 去做EDS的地方 拿来做 分析 所以必须要切小块 那 这是 EDS打出来的能谱 会这样子一致一致的 那 那什么 什么叫做 SEM SEM基本上是 扫描式的电子行为镜的英文 简称 它是使用电子素扫描成像的技术 但是它只能拍出黑白灰界的照片 一般我们会看到有彩色的照片 其实都是人工涂色的 那 SEM基本上它是与EDS是同样一套设备 所以我们会说它是半生 也就是说当你拿去做EDS的时候 它也可以做SEM 使用同样一台设备就可以做了 那 那 其实EDS之所以在目前业界里面 呃 最广放 呃 应用的最广 用 拿来 呃分析 呃元素 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最好用 而是因为它附带有 扫描成像的SEM的功能 它可以在样品的表面 和镜表面提供高解析度 和场景深的图像 就好像相机拍照的功能 但是是黑白的 灰阶啦 灰阶黑白 但是 就跟 就像工作想刚刚讲过的 其实EDS它并不是万能的 它 只能打出元素 它没有办法打 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化合物 如果说呃 你想要比对化合物 你必须要去做XRD 做那个晶体结构的检测 这也是一种XRD 那另外 如果说你要去做高分子的化合物的分析 建议去做FTIR 附列的转换红外线光谱 好 那 我们 前面有讲过说 呃 EDS 其实它可以简单的来计算 呃 化学分子式 它虽然 打出来只是元素 它没有办法打出化学式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依据它打出来的 呃 元素 以及它的元素含量的多寡 来大概计算出它的化学式 好 尤其是用来判施 尤其是用来判断RMC的时候 尤其是用来判断RMC的时候 成功的机率 会比较大 好 这是一张 呃 呃 这是RMC 所以 应该其中一个是五锡化六酮 那一个是锡三酮 那我们要怎么样根据这些资料来计算说 它到底是锡三酮还是五锡化六酮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原子百分比来计算 那原子百分比 你看这个是原子百分比 好 左边的图 原子百分比 呃 这一张图 它的 呃 同 它的原子百分比是57.81 然后习是42.19 那两个出效来大概是1.37 好 大概是一点 接近1.2 一定不会很准啊 不可能 不太可能说刚好会是1.2 所以 这样子出下来 会比较偏向于6比5 所以我们 我们依此 就来判断说它是五锡化六酮 那 再看一下这一张图 好 这边 呃 呃 通的含量是76.43 然后习的含量是23.57 它 除下来大概是3.24 好 3.24 会比较偏向于3比1 所以我们推断说 说这一个是习三酮 那 这样子的计算 呃 大家应该 呃 不会没有太多的问题 就是用原子量来计算 那 你知道 用EDS打出来的元素 它的重量百分比 重量百分比 重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这两个是可以互相计算的吗 这个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后面我们再来探讨 好 那 这是另外一个补充资料 呃 我们都知道 ENIG它 表面是镀金 但是 它实际上 跟习 反映的是 金下面的内 那 镀金层到底在汗习里面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ENIG它的金 在汗习当中 它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它基本上只是 起到保护内 好 用来隔绝空气 让它不至于氧化的目的而已 但是 如果说是像COV 或者一些金手指 它是要做 接触用 或者要 要 要打Wire Bonding的 那个金层就不一样 跟我们汗习的 表面的那个金 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好 那 所以 以汗习为目的的金层 基本上不建议太厚 一般建议 的厚度 大概是落在 2到3个Microinch 是最好 然后最低最低 建议 不要超过 不要低于1.2个Microinch 那 因为 如果说金的厚度 太薄的话 它 很快 就会氧化 那 但是如果说金 超过了5个Microinch 太厚了 反而会影响到汗习 因为 金其实在 我们的习高汗习里面 它 它 并不会形成所谓的 界面金属的IMC 它反而会是一个 有底的IMC 所以基本上 金层 它会 飘移 在汗习当中 它会飘移 溶解到整个 整个汗习的里面 如果金层 在回汗中 它 没有完全溢散 融融进汗习中 而留在界面上面 它反而会形成那个 习金或者 二习金 这种习金共化物 那基本上 它 习金的IMC 它基本上 会比 习筒或者习内 要来得脆 以上是 空座熊 关于IMC的一些补充收免 拜拜 至简单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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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